欢迎收看日语加油中文字幕志愿者 皆さん 今天我们学习一下关于是日本语的单词 总义节目里出现的单词 我们一起学习一下 一个是誘惑に負ける 第二个事情是ハムカウ 然后最后是耐えがたい経験 耐えがたい経験 有三种我们一起看看 怎么用然后什么样的单词 什么样的造句我们一起看看 首先是誘惑に負ける 这个画面上是誘惑に負けました 誘惑に負けました 誘惑是一般是就是一直一直忍住 但是突然这个动作的事情来了 所以就是忍不住了 这样的时候誘惑に負けました 尤其是开玩笑的时候也比较常用 比如说誘惑に負けて食べたかったケーキを買ってしまった 誘惑に負けて食べたかったケーキを買ってしまった 誘惑に負けて食べたかったケーキを買ってしまった 这个意思是就是我是辞了 誘惑に負けて食べたかったケーキを買ってしまった 这个比较常用的一个句子 早点回去的就是晚会 但是三次回まで行ってしまった就可以了 这个非常常用的 希望你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多用一点 下一个是何に負けました 这个是一个画面上说的 这次的学习是ハムカウ ハムカウ是一个动词 然后ハムカウ是反感、反抗那样的感觉 一般是ハムカウ是对地位高的人说的 尤其是父母还有老板上司那样的 親にハムカウ 助心にハムカウ 这个时候人物 人穿代词 然后后边加一个你就可以 助心にハムカウ 親にハムカウ 就可以了 这个ハムカウ也可以用 可以使用 但是不像口语的感觉 虽然在画面上是口语使用 但是一般不像口语 然后最后是 太がたい経験 太がたい経験 难以忍受的经验是 太がたい経験 其他的造主的话 太がたい痛み 太がたい痛み 痛み是痛苦什么的 比如说生孩子的这个痛 痛度是肯定难忍 真的不知道 所以太がたい経験 但是我们不能就是享受 反正没有人就是就是只有本人才知道特别疼 那样的感觉是太がたい経験 还有就是特别特别不好的经验 比如说你的就是特别相信的人骗你什么的 也是太がたい経験 那样的感觉 好 这个也是这个太がたい経験是可以口语上也可以能用 好 那这次是就差不多就到这了 皆さんお疲れ様でした